就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想說 到底是我們的立場決定我們的觀點 還是我們的觀點決定我們的立場 到底是因為你看到了這間交易所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會討厭它 還是因為你討厭這間交易所 所以你會去散佈很多它的問題 那貝萊德之所以在這段時間 非常努力的跟監管導演合作 是因為他們認為 只要任何一個新市場出現 貝萊德名字將會打在那個上面 而且他們會確保那個市場是安全 健全而且被保護的 因為你知道一個這麼大的資產巨人 背後有9兆美元的一間公司 他們選擇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是經過非常完善的審視之後才做的 也代表說他們一旦做這件事情 他們肯定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一定不是說週末他想說 買個比特幣先貨ETF 然後下禮拜二發現比特幣沒有漲就想算 哈囉大王老哥 歡迎來到這個禮拜的BQN週報 這是一個幫助不想錯過 加密貨幣市場最新消息 時事觀點的朋友 用時裝時間帶你了解BQN大小式的系列 比特幣在這個禮拜幾度跌破3萬大關 現在就在3萬這個數字的徘徊 在監管跟政策方面的恐慌消息 可能是原因之一 我們有華爾街日報再度發的幣安 甚至這位知名的推特KOL也加入戰局 美國央行的全新支付系統FanNow 也被認為有可能挑戰加密貨幣的部分功能 但也有人說他利考XLM跟XRPB 這是真的嗎 此外我們還有貝萊德執行長發酵豪雨 UNISWAP新版本推出 Reddit代幣Moon暴漲 以及上一輪牛市聲明大造的币圈網紅PlanB 再度預言 比特幣名言將上看50萬美元 那這支影片很感謝OKX的贊助播出 如果你對於在币圈熊市 也能賺取利息的理財方式感興趣的話 不要讓我看到最後 影片下方我們放了時間戳記 可以直接找到很想看的內容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第一個新聞我們看到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币安交易所營收下降 所以他們減少了員工福利 那上個禮拜呢 币安又再度受到恐慌攻擊 這次也是來自華爾街日報的消息 而且它背後還有一些有趣的八卦 我們一起來挖 繼上個禮拜 币安爆出財源上千人之後 本週華爾街日報繼續報導了 币安因為營收瑞檢 將從6月19日開始減少員工的福利 有哪些員工福利被砍掉 其中包括了這個手機津貼 運動體能津貼 和遠端工作津貼 那雖然說我現在已經覺得 好像任何的事情對币安來說 都可以是法的 就是你招人裁員 或者你給福利收回福利 這些任何一個公司 會順應市場好壞 都會做的事情 好像在币安身上 但如果要裁員 就是他公司營運出問題的一樣 但無論如何 CZ對這次網路上不亂冒出來的FUD 是怎麼回覆的呢 在這篇推文裡面 他表示 他到今天才知道 之所以網路上有一些人 一直在傳币安的FUD 是因為他們得不到币安的投資 由愛深恨的概念 他轉推了這篇 币安的共同創辦人何一的貼文 何一說當他在讀那些傳言 币安FUD的網紅的時候 意外發現這些所謂的KOL 其實曾經有私訊過他 並希望币安能投資他們 只不過最後因為種種考量 币安沒有投他 然後重點是币安和何一都沒有指名道姓 說這個KOL到底是誰 這位Adam Corkin 他其實在必頓是小偶名氣的分析師 我自己也蠻常看他的推文的 他直接在CZ這邊推文底下承認這個人就是他 被才開槍 那他提到說 何一的截圖確實顯示了你們回憶這些白癡 並且就算我對币安有偏見 也不能改變你們內部消息流出的事實 他這邊指的應該是華爾街日比較爆料的 他們財源跟降福利 然後重點是他還提到 你們平台主要的穩定幣 從BUSD轉成TUSD 讓用戶無辜承擔了TUSD的風險 為什麼不取消這個決定 是不是孫宇晨抓到了你們的把柄 這裡Adam提到的TUSD風險 鏈新聞有一篇比較完整的介紹 Adam Corkin他發現收購TUSD的公司 這個TectaryX 說是在新加坡註冊的 但是他在新加坡找不到資料 也找不到TUSD資產儲備審計報告上簽字的高管 這位江信高管的資料 不過他倒是在英國的控股公司 DTV有限公司的資料上 發現了這位江信高管的名字 那那間公司是誰的呢 沒錯就是孫宇晨孫哥的公司 然後Adam表示說他在波場出外鏈上 找到孫哥的錢包 這個錢包莫名的鑄造了6200萬TUSD 接著又燒毀了5000萬TUSD 其中有1200萬是去買了一些垃圾幣 那Adam覺得孫哥這樣自由的鑄造銷毀 有可能是想要衛造資產儲備 並且印節出來讓他個人花費可以使用 所以他才會懷疑說 為什麼必然要把BUSD變成TUSD 這個跟孫宇晨非常有掛過的幣 他提到說他質疑BUSD的時候 CZ跟何一就是找他們的對話記錄來翻舊帳 並嘗試詆毀他 這跟BUSD對記者的攻擊跟恐嚇是一樣的 他通常也說你們可以相信我去年被BUSD拒絕 所以被激怒了 但這並不能改變CZ的內部消息被洩漏 與BUSD營收降低的事實 也不能改變他說 Sun has him bite the balls on TUSD 就是說 所以只能靠TUSD捏著BUSD的球球 那我覺得這個很有趣的點就是 原本這位Adam Korken 我印象中在FTX之後 比較密切看他的資訊 那他其實常常都能夠針對一些時事 有很快速的資訊的整理 也有他自己的觀點 應該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币圈研究員 那這個攻防我覺得就很顯示了說 第一個就是即使你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推特網紅 你可能很有自己的研究能力 你的項目不一定會被B案投資 然後再來是你觀點跟立場的關係 就我這段時間一直在想說 到底是我們的立場決定我們的觀點 還是我們的觀點決定我們的立場 到底是因為你看到的這間交易所很多的問題 所以你會討厭他 還是因為你討厭這間交易所 所以你會去散佈很多他的問題 那即使這些問題有些可能是謠言 有些可能事實沒有經過查證 也有些可能是把手機福利收回這樣的小事 原本我可能認為說什麼吃瓜群眾啊 就是他們就是都被自己的立場 跟意識形態給綁定 但看起來其實有可能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 畢竟連這麼厲害的研究員 他都承認說他之所以反對B案 是因為他之前找B案投資實力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也是給我們一個學習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知道說 你在網路上看到任何一個網紅 他其實他的研究能力 他的交易能力 他的投資能力多麼的出色 他在對任何單一事件的判斷的時候 他都有他跟你可能不一樣的立場 所以我個人通常還是會選擇去 學習人家的一些觀點背後的道理 而不是說OK 無論他道理是如何 他推理出來的觀點就是這樣 那我就是因為相信他其他的東西而相信他 在每一件事情上 每個人會導出來結論是不一樣的 在看推特大V的論點的時候 學習他們推理的方式 往往比單純的去跟從他們的結論 對我們來的有幫助 那順帶一提 我自己當然有我的立場 要不然我就會選擇 在這裡把Adam Corkin 他所有的B案指控 全部都講出來 因為有一些他對B案的指控 對來說再去傳就真的也是散播法 但是你做的現在正在看這部影片的觀眾 你直接就斷言說 腦哥說Adam是散播法 所以他就是一個不好的KRL 這樣子可能也不太好 有可能只是因為我的立場是偏向必然 才會做這樣的結論 所以在做任何的個人投資之前 我們都要保持自己獨立思考的觀點 DYOR 下個節目我們看到 貝萊德執行長Larry Fink表示 比特幣跟加密貨幣 將會超過法定貨幣的估值 包括美元 那這個月幣圈最大的新聞 華爾街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 貝萊德 提交了比特幣現貨的ETF申請 他近期就曾經公開表示 加密貨幣將徹底改變傳統金融 而他在上個禮拜的訪談 還進一步說到 加密貨幣比特幣的估值 將會超過任何一種法定貨幣 包括美元 他認為加密貨幣是國際化的 而且他提到 比特幣跟加密貨幣 與其他資產的屬性截然不同 他說越來越多投資者 其實都表示了 對加密貨幣這項資產的興趣 所以他認為貝萊德向SEC 申請比特幣現貨的ETF 其實是在將投資加密貨幣這件事情民主化 他說貝萊德有責任讓大眾 也能輕鬆買到比特幣這項資產 而最終這將改變人們投資的方式 那貝萊德之所以在這段時間 非常努力的跟監管導演合作 是因為他們認為 只要任何一個新市場出現 貝萊德名字將會打在那個上面 而且他們會確保那個市場是安全 健全 而且被保護的 我想這也是貝萊德一開始選擇 投入現貨比特幣ETF的時候 大家會這麼的FOMO的原因 因為你知道一個這麼大的資產巨人 背後有9兆美元的一間公司 他們選擇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是經過非常完善的損失之後才做的 也代表說他們一旦做這件事情 他們肯定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一定不是說周末他想說 買個比特幣現貨ETF 然後下禮拜二發現 比特幣沒有漲就想算了 好一定不是 他們一定會花很多的時間 精力 甚至去關說 跟監管導演合作 來讓這個市場他們的投入是有意義的 那對於比特幣現貨ETF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這支影片 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下個新聞我們看到 Reddit服務條款更改 色情看好Moon代幣暴漲 那近期歐美的鄉民論壇 人家說這是外國版的PPT Reddit修改了他們的服務條款 它允許用戶去交易他們的代幣積分點數 包含平台的加密貨幣Moon 這讓Moon幣24小時大漲了80% 那我們知道Reddit除了是歐美鄉民的聚集地之外 他們在去年也有發行他們的Avatar NFT頭像 那也是瞬間賣完 讓數百萬用戶都可以進入web3 那這邊提到的這個Moon幣又是什麼呢 那這個Moon幣是Reddit的加密貨幣討論區 它發行的ERC20原生代幣 是作為獎勵來分發給發文及討論的用戶 它可以儲存在Reddit的以太方錢包中 那其實原本這個幣就存在 只不過如果你要拿去交易掉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而這支的服務條款更改 允許了用戶公開販售Moon幣 對於Moon幣的持有者來說 不但會增加它的流動性 你持有的Moon幣要變現 也就更加容易了 而且他還提到說 甚至有可能會上架交易所 比方說Kraken的官方 就在Reddit下面回覆說 Always open to adding new digital assets 我們永遠歡迎上架新幣種 這也讓Moon幣價格一飛沖天 名副其實的To the Moon 那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Moon幣有各式各樣的負能 比方說打賞啊 買Reddit的商品跟投票的治理權 但它本身是一個沒有發行量上限的 那根據你發文的熱度或回文互動 每個禮拜你可以獲得最多 15000枚Moon代幣 所以如果你對Reddit有興趣的話 可能在上面多發文多回文 來挖這個Moon幣 會比直接買進來的穩健一點 所以一樣 大家在投資之前 還是要做好自己的研究 接下來請問我們看到 知名的Move系供鏈Sui 目前更新了他們的代幣發行計畫 那上個禮拜Sui有一波小漲 這個是因為他們的代幣釋放的日程改變 原本在2023下半年 他們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代幣解鎖 那讓很多持有者擔心會有賣壓的發生 只不過Sui在上個禮拜改掉了這個日程 在2024年5月之前 都不會有SuiB的重大解鎖 那對於這條Meta系出來公鏈的朋友 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 那剛好我們也在昨天上架了一個 我採訪Sui背後團隊Miston Labs的執行長 Evan Chen的影片 那對Sui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這部放談 我必須說這個執行長真的是 非常神奇非常tech的一個人 很有趣的放談 下個經驗我們看到 他說FedNow支付系統不會讓加密貨幣過時 這邊說的FedNow是美國的聯準會FED 在7月21號禮拜五推出的一個支付系統 那它的亮點是 它要解決傳統金融太慢的問題 讓美國國內的銀行能夠做到實時結算 並挑戰加密貨幣或是像Vemo這種支付系統 那這邊提到FedNow將可以讓銀行支付做到365天 全年全時段無休的隨時結算 也就是過往穩定幣跟比特幣 常常主打的一個優勢之一 這項優勢呢 可能會受到這個央行系統的挑戰 就像這邊新聞問的 如果美聯儲最終能夠打造一個 即時全球性且全球無休的支付系統 是否會讓人們不再需要加密貨幣 或許不用那麼擔心 首先FedNow是基於美元打造的支付系統 而目前世界在疫情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 正在掀起一股去美元化的風潮 而且大家都有發現 如果過度仰賴不斷印刷出來的美元 可能會讓自己的國家經濟陷入更糟糕的情況 像薩爾瓦多他們也將比特幣納為法幣 作為他們做去美元化的政策之一 再來第二點 FedNow雖然聽起來像是穩定幣的解決方案 但其實穩定幣之所以有需求 是因為人們對於DeFi等鏈上的應用有需求 但FedNow畢竟還是傳統金融 無法滿足人們對於去中心化的需求 而這邊報導認為 目前包括貝萊德的執行長都認可的主流趨勢 是將傳統金融資產代幣化 將它們放到區塊鏈上 但FedNow是不支援鏈上資產的 因此加密貨幣跟穩定幣 依然會保留它最重要的價值 也就是去中心化 最後他寫到FedNow目前還是專注於改善美國國內的支付體系 還沒有走到跨國傳輸內部 那這個就跟加密貨幣差很多了 那這篇Coindex的報導講得更直白 他說其實美國要做實時結算這件事情 目前其實是落後於歐洲國家 所以他們這個FedNow體系 有可能只是讓他們跟上而已 並且他還補充到FedNow跟所謂的央行數位貨幣 CBDC無關 它並沒有採用區塊鏈 它仍然是傳統的金融體系 那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我在網路上看到蠻多 這個FedNow系統可能會採用XRP跟XLM框架來搭建的消息 但是這個消息目前已經證實錯誤消息了 前陣子可能因為這個原因XLM有暴漲一波 那後來我看到它是跌回去 所以大家看到新聞跟幣價上漲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如果要追高只要謹慎一點的 現在我們看到Plan B再度預言 比特幣下次減半上漲50萬美元 S2F模型沒有失效 那這個是已提出S2F模型 在上一輪牛市聲明大造的匿名分析是Plan B 再度更新了它的模型處局 並且它表示 比特幣在本次的週期 有望達到53000美元多 並且在下個減半週期 將會達到45萬的歷史清高 Plan B的推文表示說下一個減半週期 它對比特幣的價格期望將是50萬美元 那因為上一次年游是Plan B預測比特幣 又到10萬美元 很明顯比特幣沒有達到 就讓Plan B的這個S2F模型 它的威名是有點受到影響 但我覺得這個S2F模型還是非常有趣 它是去推算一個稀缺資產 例如黃金、白銀還有新來的比特幣 它們每一年挖出來的數量 跟它們目前已經存在的數量 去算這個通貨膨脹的數字之後 它應該會漲到多少價格 這樣子的一個模型 那Plan B這邊表示了 根據過去歷史預測的數據 這個模型在前幾個減半週期 仍然有不錯的準確率 而且每個週期的誤差率均小於70% 這個誤差值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也不會讓S2F模型就此崩潰或者是無效 下一篇我們看到這個巴黎以太方大會 ETHCC的八大事件 上禮拜結束的巴黎以太方大會 這個算是以太方社群近期最大的事件 那PNew這邊幫大家整理了8個 它認為說比較大的事件 我們這邊分享幾個 第一個是Lens Protocol發布了V2版本 Lens Protocol是現在Web3領域最大的社交協議 就是以前大家會叫它Social Fi 現在它不一定會有那個Finance的功能 所以大家現在可能會叫它Web3 Social 那V2版本的特色是開放 可組合、利益共享、信任跟安全為主 用戶現在可以直接在Lens內文帖中 執行外部智能合約的操作 同時在Lens V2中加入了 與社交媒體內智能合約進行交互的能力 並且還有另一個新功能叫Profiles V2 它可以讓NFT提供自己的社交關係 化學權跟貨幣化的機會 那其實從上一輪牛市 或者所謂的熊市出席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一直在講說 這些鏈上的社群媒體會是下一波的熱點 直到現在其實它炒過幾波 但是一直都還沒有把它真正的潛力爆發出來 我覺得Web3 Social會是接下來很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你看現在連Meta都開始來跟進Twitter 來做Thread這件事情 現在我光是自己有在使用的社群媒體 就已經很多個了 那我不認為說傳統社群媒體 如果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情況下 在Web3這個社群資訊 就是應該要是我們自己的東西的領域 那把這些資訊的所有權跟主宰權 還給我們自己的Web3 Lens Protocol等等的Web3 Social 它在下一波牛市沒辦法preview 我沒有辦法預期這種事情發展 所以我最近也是比較常在關注 這個賽道的一些消息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UniswapX 這個可能很多朋友也有聽到 Uniswap在以太方大會上面 宣布他們將推出這個 非托管基於荷蘭市排賣的協議UniswapX 那它是一個具有免gas fee 跨鏈交易 EVM保護等功能的聚合交易所 它的流動性橫跨不同的AMM 以及其他流動性來源 它主要的特色包括更好的價格 聚合交易所就是 毀謀你聚合DeFi上面最好的價格 交易不需要gas fee 這個很有趣就是 新手通常我今天想要買個什麼東西 我還得先準備以太幣在我錢包裡 很麻煩 那它就允許了這個平台 可以直接幫你把gas fee付掉 成本可能就是算在你的交易成本裡面 MVV保護 交易失敗不用付款 以及連跨鏈的時候 可能都不需要gas fee的各種功能 那其實我個人也是滿期待 UNISWAP X能夠帶來的影響 因為雖然說各大的DeFi 都有他們各自非常厲害的優勢跟特色 但如果你去DeFi的數據上面看 現在DeFi裡面的交易量最大的 還是UNISWAP的V3跟V2 如果說依然掌握著這麼大的市占率 你做出了聚合交易 你做出了不需要gas fee的系統 那它其實能夠帶來的影響力就更可觀了 所以也是非常的期待 下一次有關Chainlink 這個我在一年之前就有看到這個CCIP 跨鏈互操作性協議 他們當時準備在打造的這個東西 那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去介紹 那說實話那個時候寫那篇文章 我自己寫完都還覺得一股煞煞 蠻複雜的 那但是這一次他們的宣布清晰很多 這個CCIP是一種旨在鏈接 公共跟私有區塊鏈應用程序的技術 目前已經在Avalanche以太方 OP還有Polygon主網上線 他們要做到的是連結這些公有區塊鏈 跟銀行他們的資訊 銀行的私有區塊鏈結合的東西 他們主要的合作方向就是SWIFT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大家說SWIFT是不是過時 然後被區塊鏈打敗了 SWIFT其實也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他們有在跟區塊鏈的營運商 合作解決他們現在目前的問題 他們主要的合作者是誰 Chainlink的CCIP 非常令人期待的新聞 那下面還有關於Layer2的 StarkNet應用鏈啦 關於支付的Gnosis Pay 來自B道的廣榮版Mento 以及Solana的EVM上線 這個Solane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這篇文章關注一下 這支影片由OKX贊助播出 我們都知道OKX是市面上 Web2 Web3整合最完善的交易所之一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Web2的產品 賺幣 那這是一個我自己也有在使用的功能 在OKX首頁上面的這個金融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欄位是這個賺幣 你把它點進去 持幣升級安全無憂 這個其實就很簡單的理解 就是你把錢放進去 然後才幫你放貸 你可以賺到利息啦 那你可以看到 我自己目前是有5100多美元 在裡面賺利息 那我已經賺了71.77美元 它分成簡單算幣 結構化雙品跟鏈商算幣三種 就我們講最簡單的簡單算幣 那它這個功能就真的非常簡單 就是說你有USDT有USDC 閒置的BTC ETH 你就可以放到這邊有活期的 賺利息的方式 就那麼簡單 然後有些人這個時候可能看到說 參考年化10% 蠻高的 可是之前有FTX經驗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些高平台利息是不是其實很危險 但這邊其實不是的 比方說USDT我們點進去 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式 其實是非常合理的出借模式 你把USDT放進來 你為什麼能夠賺到基本的利息 是因為有人在OKX平台上 跟你借USDT 如果說有人現在想要拿 比方說17%借USDT 那OKX當然可以給那些 提供USDT的用戶 15%16%的利息 你可以在目標最低借出年化 選擇你最低要借出的多少利息 這邊的建議是1% 因為很有可能現在市場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要借的話 你這邊的%數調太高 你的錢會賺不到那個利息 相反 如果現在市場非常的活躍 有人願意用6%7%來借 你即使寫1% 你在借出去的時候 平台依然會給你6%到7%的利息 但是為什麼這邊會有這個10%呢 這個10%其實是平台獎勵 這個是大部分的交易手 為了鼓勵用戶來使用自己的平台 會願意給的一個小激勵措施 但是通常不能像FTX那樣的無上限 以OKX這邊來說 你升級總的在2000美元以下呢 他會給你10%的利息 像我這邊 假設我點2200好了 我前2000會有年化10%的利息 後面的200 或者是我這邊如果給更多 比方5000好了 後面的3000 我就是賺我這個1%放貸的利息 處於這種比較合理的 激勵模式 跟長期運動的模式 那他操作模式也非常簡單 選擇你要申購的數量 選擇同意 按申購 確認訂單 這樣就成功成功了 那很多人會建議的方式是 因為USDT跟USDC 都各有2000的額度 所以你如果這邊都放的話 你就可以有4000U 是年化10%的收入 那當然如果你有閒置的BTC 跟ETH在平台裡面 也可以投進來賺5% 那以上是活期的產品 如果是定期的產品收入會更高 比方說我們以NYM這個B來舉例 你會發現說它是一個定期的投資 三天期的話會有年化9% 30天期會有年化18% 像這樣不同的BTC 給你的利息的來源可能不同 有一些可能是他去做鏈上的質疑 來提供這個利息給你 那NYD是一個獲得A16Z Binance Lab 跟DCG等知名風頭支持的項目 它是一個比較基礎建設的項目 那如果對這個B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看一下這篇文章的詳細介紹 那除了這個簡單鑽幣的產品以外 OKX也有提供比較高利息 但是要承擔不同風險的結構化產品 跟鏈上鑽幣等等 這個部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再來詳細介紹 那如果你沒有OK的帳戶 使用影片下方的專屬連結 可以想要所有的交易手續費20%的折扣 感謝OKX戰幣對這篇影片贊助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嘗試看看 好 以上就是這個禮拜週報的全部內容 你覺得如果比特幣的價格 持續沒有辦法站穩3萬 是代表牛市還有一段時間才會來 或是說像Plan B 或者是貝萊德執行長預測的那樣子 比特幣的成長空間是50萬美元一顆 甚至超越美元的市值 有可能在未來看現在都是便宜到不行的價格 可以在其他留言區跟大家分享你的想法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按讚這個影片 分享給有興趣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讓YouTube很想法之後 我們想想看加密貨幣的內容 所以比特幣就會長 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區留言問我 那這樣啦 我是腦哥 我們下次再見 Peace